中央大學也熱情贊助我們 好 各位朋友 我們現在就正式開始 今天的假日科學廣場 我先自我介紹 我是中央大學護理系的朱慶琦 也是假日科學廣場這個活動的主持人 也計畫主持人 那在這邊首先要特別感謝 國歌會支持我們這個活動舉辦的經費 還有不足的部分 中央大學也熱情贊助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持續的舉辦這個活動 那今天這個 非常感謝各位 為什麼 今天的天氣真的很糟啊 又濕又冷的 外面雨下難打的 然後各位都還可以準時的到達我們的現場 真的很感謝大家 然後今天我們請到的講師 從很遠的地方來 從海南一路開車上來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 陳老師準備的這些東西 就是他事前花了很大的功夫 然後做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我剛剛在還沒開場前 看到很多小朋友已經這個 躍躍欲試了 衝到前台來 一直在看這件是什麼東西 好 那我們 依慣例我們先問一下 您今天是第一次來參加 假日科學廣場這個活動的朋友 可不可以舉個手 好 我們歡迎大家 來 謝謝 謝謝 那同時我們也跟線上 現在正在收看我們這個 轉播的朋友們打個招呼 大家都可以跟那個 就是正眼睛說話 謝謝大家 那還是做一下廣告 如果說您錯過我們的活動的話 不管是線上的朋友 或者在場的朋友 過往的一些活動 然後也歡迎大家上這個 知識大講堂的這個網站 我們有把過去舉辦的活動的剪輯好 然後放上去 然後歡迎大家去隨選去去收看一下 那這個是過去累積了很多的精華 好 那今天陳歸隆教授 剛剛已經提到他是不是遠從台南來的 然後他任教的學校是嘉興國中 那我自己本人認識陳老師有一段時間了 非常佩服他 因為他現在幾乎是 他雖然是在台南任教 但是全省跑透透 據說前兩個禮拜才在台北辦了兩場活動 真的很辛苦 我們很開心看到就是 國內其實有這麼多的中學老師 願意投入科普活動 然後持續的研發很多的各式各樣的這種 一種科普活動的交距 然後加會我們所有的民眾 那我們也就是 陳老師他們有組成一個這個社群 很多他研發的這些心血都放在網站上面 待會陳老師會為大家做介紹 陳老師的網站 我們稍後也會放在客教中心做一個連結過去 然後今天的主題 因為陳老師的強項太多了 就是說如果我們現在開始預約 陳老師未來的這個時間的話 我想一年可能 比如說一年四場好了 他大概可以講個二十年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盡量就是 有機會我們就要陳老師來 那今天呢我們鎖定在磁力 磁力魔法 大家看到在海外還蠻可愛的 這個當然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女生是M男生是F 我這就是一個示意圖 大家知道 這個磁鐵大家都玩過 然後今天我們會 因為以這個磁力這個概念為中心 陳老師會帶非常非常多的 動手做的這個科學遊戲 然後大家在遊戲當中來學習科學 OK 那就請大家以最熱點的掌聲 歡迎我們陳老師 謝謝 教授 各位 那個陳老師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的錯 再讓我補充一下 就是陳老師的粉絲片 遍布全國 甚至包括我們自己也是老師的 林宏旭老師 我們可以請林宏旭老師上台 林宏旭老師也是我們 假日科學廣場的這個 VIP講師之一啊 那今天臨時過來 我很興奮 就是 林老師不要客氣 上台上來一下 有沒有在座小朋友上過 我們林宏旭老師的課 記不記得林宏旭老師 哈利波特啊 那個被魔術的那個 你看看 喔有有有 小朋友記得你 對不對 林宏旭老師 那特別感謝林宏旭老師 今天來到我們這個 最強的助教 對不對 VIP助教 謝謝大家 大家也補充歡迎他 好 放了一點 那老師給這次開場 好 這個可以愛好科學的 大朋友小朋友 大家午安 午安 很有精神啊 先告訴各位一個好消息 就是 我今天要帶來非常多的獎品 因為這樣才可以提升 戰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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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你就知道 戰鬥力 我沒有遇過這麼大的產品 我就說 場所啦 讓我想起 留言追追追 到我們學校去拍片 看過留言追追追的小朋友 大朋友請舉手 這不錯 看過了齁 我剛好拍到其中的一集 他在講大氣壓力 他節目有二十分鐘 在我們學校主主拍了兩天 為什麼要拍兩天你知道嗎 這個時候要提升戰鬥力 就會開始送獎品 猜猜看為什麼二十分鐘的節目要拍兩天 你 有什麼關係 等一下 我要 我要說搶打才可以 來 這個是 這個是投影燈 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打開 angry bird 就會在你天空上面飛 真的會飛 應該是投影燈 蠻好玩的 好 為什麼二十分鐘的節目要拍兩天 請搶打 你最快來 因為 因為他同樣的東西 有些要一直去試 一直去試 然後要試 然後兩天 真的喔 說得好 來掌聲鼓勵一下 零同學 謝謝 最主要原因不是這個了 最主要原因 是因為我去台詞NG了三十九次 這個 先放下休息一下 因為平常我們當老師 不用什麼台詞 上課可以上個七八節 都不會到家嘛對不對 可是面對鏡頭的時候 就會結巴你知道嗎 那個班傑跟小兵 就是剛剛在踹裡面那裡 兩個主持人 他們裡面被我氣死 你知道嗎 因為我一個台詞 要NG那麼多次 他們錄到最後都說 蔡老師 我要回去了 你別再錄下去了 錄不下去了 就說好 這給我一次機會 終於第四十次的時候 終於成功了 比國務還厲害 國務才革命幾次而已 四一次 四一次 好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實力魔法 先發那個自然針 我們就按照我們白板上面的這個進度 今天可能沒有讓我講太多話的時間 大部分時間都是你要自己動手做 好 那我們先請我們帥哥跟美女 大哥哥大姐姐先幫我把自然針畫下去 我們第一個活動叫一指神功 一指神功要指什麼東西呢 好 花下去你就知道 嘿 嘿喔 還沒有請各位拆開來的時候 先不要拆喔 就先看著就好 看著他 今天送給各位這個可愛的指南針 如果他不會動的話 因為這個是Mead in China 有一點欠餅 你就給他敲桌子敲一下 他就會對付正常 好很好 大家都學會第一招 對付你的玩具的招數是這樣 不接話的時候就給他一下 還是不要太大力 還卡住嗎 一直就要 要讓我來就對了 好 可以喔 來喔 都拿到指南針了嗎 還沒 這一桌還沒有 這一桌指南針 我們這一桌的帥哥 這一桌還沒有指南針 這邊 這邊 這一桌沒有指南針 如果數量不夠的話 就選一個家庭就拿一個就好 不好意思 還是我們給小朋友 給小朋友 對 就給小朋友 來 小朋友 大家來 舉個掃 小朋友 小朋友 好 這邊 早知道 早知道也多帶十個 好 我們比賽 先亮出獎品 那個 Angry Birds 送過了 送佛羅 可愛的佛羅 裡面有哆啦A夢的 不是 也是張綠哥 不是哆啦A夢 隨便來 好 玩的 來 先 找出來 我們中央大學 這間演示實驗室 南邊在哪裡 我是中北邊啦 台灣只能用紙北邊嗎 一時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真是紙的對不對 那一頭紙北邊 那我的屁股當然就只能變 那我的屁股當然就只能變 可以啦 當我的頭紙像 也變了之後 我的屁股就只能變 好不好 還沒想到 我們陸續號小朋友進來 我們先等他一下 好 小朋友先找位置坐喔 來 先找位置坐 可以喔 來 北邊在哪裡 我們是不同國家的人嗎 為什麼有人在那邊 有人在這邊 尖尖的地方 正常的話 北邊在那邊 對吧 南邊在這邊 對吧齁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方向就是北邊跟南邊 台北在那個方向 高雄在那個方向 高雄在那個方向 這邊有 這邊有缺子男針 不可能子男針只有帶40個人喔 所以 所以現在沒有一些 對 天氣請老師 就是宣布一下 那大朋友 我們大朋友拿到子男針的媽媽 讓給小朋友一下 好 小朋友沒有子男針的再舉一下手喔 來喔 至少讓小朋友都拿得到子男針 這是我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 想到的 不在我的計畫裡面 所以我只要少帶了一點點 都拿到了喔 南邊取手 來喔 南北邊 我已經把答案告訴你了喔 對 這邊還有一個 好 可是接下來我要問的問題 就要搶答了 請問你 為什麼 子男針會指向南邊跟北邊 他指向你耶 在幹嘛 方向 他指向你 等一下要搶答 我再把題目問一次 這個題目 就是 引導阿因斯坦 去成為一個科學家 的最重要的東西 因為阿因斯坦在五歲的時候 他爸爸送給他的生日禮物 是一個指南針 那時候他正好在生重病 他在床上每天就把握了那個指南針 我知道 他發現說奇怪 地球上怎麼有一種特殊的力量 會使得指南針 會指向同一個方向 不管你怎麼轉 就是指向這個方向 為什麼 為什麼 槍答 有疆病的請你休息一下 來 地球有 地球有 我們有現場傳播 麻煩請他等到有麥克風 再講話 麻煩等麥克風 來再講一次 對 地球有磁力 地球有磁力 很好 來掌聲鼓勵一下 地球本身就是一塊大石田 地球本身就是一塊大石田 你怎麼證明 剛剛給各位的指南針就可以證明 磁鐵跟磁鐵互相吸引 所以地球本身就是一塊大石田 好 所以一直成功 很簡單 等一下會用到它 只能這邊先放著 再來我們來發兩個小鋼珠 發兩個小鋼珠 還沒有拿到小鋼珠的大朋友小朋友 先請看我這邊 你們螢幕上面應該也會有 我握你一個握幾 這兩個小鋼珠 基本上它是不會黏在一起 不行嗎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兩個不會黏在一起 因為它本身就不是磁鐵 好強喔 可是當我把強力磁鐵靠近它的時候 你猜會怎麼樣 會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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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磁鐵 為什麼它可以被磁鐵吸住 因為它是有鐵一點點 鐵一點點 鐵一點點 鐵一點點太好了 這個答案正面 送給你 但是下次請你掉幾首 沒錯 因為它是可以被怎樣 可以被磁化的東西 所以爸爸媽媽都跟我們講說 要交好朋友 就是這樣 變好的朋友可以帶我們 變好的 壞的朋友會變成壞人 會帶我們做壞事情 好 問題來了 問題來了 我問你一個問題 當我把這兩顆鋼珠這樣放的時候 我的槍藝磁鐵拿到下面 我要你們猜喔 當我放手 我沒有兩顆都放 兩顆都放 但兩顆都會掉下來 我要用我的食指跟拇指拎著上面那一顆 讓各位預測一下 讓各位預測一下 當我放手的時候 中間這一顆是會 被下面這個大哥吸下去 還是留在原地 如果是我的學生嗎 他知道我問這個問題 他馬上不假思索 他一定會說 你才是原地的 因為我出來的問題都是很搞怪的 來 你吸起來 怎樣 我再遠一點嗎 等一下你們也辦得到 你們手上有兩顆小鋼珠 會給你們三個磁鐵 所以現在把三個磁鐵下去 再一次看喔 它是不會掉下來的 等一下我再解釋為什麼不會掉下來 好 好 我先停革一下 各位可以看螢幕上面 為什麼中間這一顆小鋼珠 沒有被下面這個大哥拖下去 卻被上面那個Nobody 對不對 上面那個什麼都不是的東西拉著 這樣可能比較好解釋 這樣可能比較好解釋 那會吸對嗎對不對 可是這樣就有點無問題喔 這樣可能就是一點點解釋的技巧 最好站一下 為什麼這樣不會掉下去 好 好 爸爸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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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爸爸不要那麼急著 讓小朋友知道答案 讓我先去想 讓他們先想 可以喔 你們一個都沒問題 可以對不對 你看 為什麼中間這個小鋼珠 不會掉下去 對吧 來有沒有有沒有小朋友要解釋 沒關係 你解釋錯了有種獎品 所以要鼓勵小朋友來發表你的意見 來,等一下,我們先等麥克風 因為上面那顆鋼豬也被吃的話 所以咧? 可是上面這顆 上面這顆被吃的話 先等我一下 好,我稍微解釋一下 來喔 老師解釋了,我要搶到,所以你要注意聽喔 來 我現在後來把小放豬包給你們 現在的麥克風跟小朋友都沒有 要把你的小放豬細在磁鐵上面 不要讓它動 讓它動完等一下你就喪失了 搶打來吃 這樣比較安靜一點點 來 剛好這顆小朋友好 這兩顆 上面這兩顆鋼豬會被石化對不對? 可是被石化呢 一定比爲石的要弱 那為什麼上面這顆可以吸得住中間那顆? 這個科學的我聽不懂 來,掌聲鼓勵一下 繼續你的關心 很好 送你一個獎品 連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來 總之一定是很好玩 應該是陀螺 掌聲鼓勵 再掌聲鼓勵一下 各位聽懂了 這兩顆 本來不是磁鐵 可是他們因為下面這個強硬磁鐵 把他們兩個都石化 儘管他們兩顆被石化以後的磁力 遠落於下面這個強硬磁鐵 但是他們兩個靠得夠近 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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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樓台 先得緣 進他的營養就大 這跟溫有引力 進 他就吸得住 所以是距離的關係 可以 別再玩 收起來 先放著手起來 因為還有更強的挑戰 請你把兩顆小幫助先放口袋裡面 因為等一下 我們要來玩這個東西 三塊磁鐵 來小高豬先請媽媽 先放口袋裡面 等一下有小高豬撞擊座面的那一排 就失去了競爭的資格 所以要把小高豬放在口袋裡面 不准放座面 那邊違反了國際公約 來媽媽收起來 剛豬放口袋裡面 磁鐵拿出來 所以我要用 等一下 現在要比速度 現在老師桌上要擺了三個磁鐵 請你把你那三個磁鐵 擺了跟我一樣的角度 誰最先 就送 就送 送一支很神奇的筆 我出來外面上課 都被叫我擺夜市的 因為我這支後面通通都是這些東西 我每一打開就說 喔 你在白眼奇愛嗎 可以嗎 喔 對 就開始了 不用喊開始 厲害捏 也差不多 好 紅色的 沒關係啦 好 來 每一組都選第一名喔 一二三四五六 剛好六組 太棒了 每一組都第一名 只來舉一下手 哪有喔 好 好 至少要停留三秒鐘 放了 太好了 一個就放了 一個就放了 好 平常可以放了 來 來 來一個幫我發獎品好了 彭帝哥來 好啊 可以啊 成功了 就可以推 一排一個就好 接著六隻而已 這排 這排 成功了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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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果然有個獎品喔 競爭起來了 下午就不一樣了 前面有一個這樣 可以 啊 啊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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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組 每一組的帥哥 幫我看一下 哪一個是第一名 好 一秒鐘 然後我都沒有 好 來喔 請各位看你的頭以摩 看你這些方的頭以摩 看你這些方的頭以摩 剛剛我們的指南針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 一張貼紙 可以把指南針拆開 然後呢 是不是有三塊磁鐵對不對 請你把他三塊磁鐵的N級貼上貼紙 就跟 這跟我的現在頭螢幕上的一樣 把他N級都貼上貼紙 那我要問在場的大朋友跟小朋友 先看朋友們 假設中間這個N級是朝上的 我現在手指的這一邊是N級 我要問大朋友小朋友 一個非常搞怪的問題 假設中間這一顆N級是朝上的 我要請問你 這左邊跟右邊的N級是在上面還是在下面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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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答案已經告訴你了 是在上面 不相信的話你等等看 這個時候你一定要懷疑說 我們郭家老闆是不是叫錯了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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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你先翻起來再說 上面的N級跟下面的N級是字 但是這個陳列的N級跟S級比較耗盡 所以... 那一個C在一起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我們這次教我們那一套 一個不太管用 不是老師教錯了 不是老師教錯了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很難去用同名級相似 一米幾香西來檢視這個現象 我們就要回到最初最初最原始的那個 磁力線的狀態 磁力線 所以我都會讓小朋友 先找鐵紋 先去觀察磁力線 因為今天時間不是很長 跟爸爸媽媽介紹一下 而且弄一些鐵紋 鐵紋就沒買 不用 去樹間買個強力磁鐵 用塑膠袋方向 去海邊吸一吸就有 海邊啊 海沙裡面就有鐵紋 而且非常的多 北部這邊更多 因為岩層的關係 記得把它先包一個夾鏈袋 不然等一下 鐵紋都每天在上面一天才滑下來 就擱著塑膠袋 然後拿著去海邊 拖著走 拖著走 他就會一邊吸附那個鐵紋 你就有一大包鐵紋 可以喔 回來的時候 哥都只當撒鐵紋 你就看得到那個磁力線 磁力線 好 可以喔 可以喔 所以三塊磁鐵可以玩非常非常久 那 那有時候 像我班上有小朋友 我給他三塊磁鐵 他們就會兩個人 湊起來六塊 他們就在旁邊擺 看能夠擺幾個 回去就可以自己玩 看一個磁鐵 周圍可以擺幾個像這樣子的角度 比賽 那像這個三十難題 我們也可以拿來講共振 那我按 在旁邊這一個 這個會覺得到 你去看他抖完 換這個 這個抖完再回來 按這個 他能量式的強敵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好 可以喔 很多大朋友小朋友沒有把三十難題 保住好像不想回家的感覺 所以現場開始有點失控了 我先介紹一下怎麼擺最好 你擺下面就擺一個有阻力的東西 因為坐得太滑了 坐得太滑了會跑掉 擺一張衛生紙 然後是擺一張比較粗糙的紙張 擺在下面會比較好成功 然後擺一擺 我們示範一下 來 我們這邊一下 擺一擺 中間這個先用手按著 然後先擺側邊這個 然後先按住中間這個 再來擺左邊這個 這個 這個要有點輕巧 這樣 有點順序 你一定要先擺另外一邊 一邊那個再來擺另外一邊 不錯 大家都很有求知的心 而且沒辦法做出來好像今天不想回家的感覺 好 再給各位五分鐘 下面墊一張紙 會比較好成功 所以爸爸媽媽可以發現 上課時也可以玩很久 很好 很好 馬上墊 衛生紙馬上就成功 因為我們坐面是很平滑的 所以他怎麼會跑掉 好 小朋友 可以慢慢訓練你的手也剪掉 先坐一邊 先坐一邊 再換另外一邊 因為兩邊一起來沒辦法 他一定會跑掉 他是個不穩定的系統 我現在要嘗試 坐邊可以擺三個擺四個 好 我們還有三分鐘 好 我們還有三分鐘 好 我們還有三分鐘 好 好 好 我們還有三分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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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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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好,麻烦摄影机录影一下来 再大一点 好 你们打算两个小时就玩这三个实体的对吧 还要一分钟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下一个 今天的主角,我们刚刚是准备动作 让小朋友了解我们这个世界上 是有实力这个东西 是有感应这一回事 虽然这个感应跟我讲说心电感应 搞不好有心电感应 可是科学是没办法解释这一块 至少实力这一块是科学可以来解释的 科学毕竟不是万能 来 看起来都已经玩得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我要请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先收到你的包包里面去 我们要开始来做今天的最佳主角 小朋友就是这样 这是陀螺,塑胶做的陀螺 我为了比较好转 上面用那个吸管 然后剪了一剪,炒进去 你刚刚好 好,这是个啤酒罐 我把它切下来 这代表我很喜欢喝啤酒 不是,我很喜欢收集垃圾的东西 看哦,这是塑胶陀螺 这是啤酒罐 当塑胶陀螺遇到啤酒罐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不会吸住 会不会吸住 会不会 来,angry bird 我们一阳一阳一阳 来,这桌 这桌抢打 先放下了 抢打 抢打 我来最坏 来,为什么? 大声一点 你是说陀螺没有实信还是 还是旅贯没有实信 两个都没有实信 太好了 掌声鼓励一下 两个都没有实信 来哦 真的吗?看清楚 来,录音一下 看哦 它是不会停下来的 进轨了 angry bird angry bird显灵了 刚刚我们做了这么多准备当中 就是来告诉小朋友 这里面有东西的 这里面有一颗强力磁点 但是它会吸不住它 为什么它会转不停 所以小朋友们在学校的时候 资源回收在 基本上它都会摆一个磁铁 让你分辨铁罐跟铝罐 意思就是说铁是可以被磁化的 铝是没办法被磁化的 所以铁叫铁石性的物质 铝是不行的 但是铝不行 它为什么可以 因为它里面有电路啊 对啊 当然啊,我又不是魔术师 我又不是林鸿旭 对不对 哈利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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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因为里面有电路啊 所以等一下 每位小朋友回家 都可以带一个人回去 啊,太棒了 你们有给我掌声一下 而且 而且 今天 你睡觉的时候 他们会转给你看 还可以当小夜灯 咦,他们有一盏灯在那边上 他们一边转一边上 又有转又有转 太棒了 哈利波特 对吧 那 先预告一下 如果你想要把它做到这个啤酒瓶里面去 回去请你爸爸多喝一点啤酒 不是 去捡啤酒罐 把电路塞到里面去 如果你 如果你 不想用啤酒罐做的 你就可以像我一样 倒出去 吃这个东西 把电路做到里面去 这样也可以转 或是吃这个 为了今天的活动 这本的东西都被我吃光了 这本的东西都被我吃光了 看 每一种都可以装 一定要有凹槽 送你一支 Bangweeper 为什么一定要有凹槽 说得好 没有凹槽 真的不行 这些小朋友观察很明白 要不要拿 为什么 我吃的东西一定要凹槽 所以你去看 我到西门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拿钱摸 那个电影 每次看到我都说 这个怪叔叔又来拿 到处乱摸 我说 我说我不是怪叔叔 我要摸 现在没有要凹槽 我要摸 等一下 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凹槽 做完之后就知道你拿凹槽 好 所以我现在要请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把我们刚 所有准备动作里面的东西都先放到你包包里面 桌上是净空的 可以等一下你 绝对没有空间让你摆 这些东西 我们要开始来做今天的最佳难题 做完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转不停陀螺 好 所以我们把所有零件都发现了 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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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杆 还有七包线 来哦 好 等一下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 螺杆 还有一个帽子 你拿到第一个动作 就是把帽子锁上去 把它锁紧 因为等一下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装置 放到光点片里面 来放这边 第一个动作先把它锁紧 对 锁到最紧 最里面 来啊 我们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慢慢做 来啊 我们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慢慢做 好 现在每位大朋友小朋友的手上应该有一组裸杆加帽子 所以把帽子锁紧 然后呢帽子锁紧 先放着把你的气泡线解开 像我这样子 不可以打圈圈哦 你如果硬拉的话 他会打圈圈 你慢慢的把它解开 很温柔的对待他 这样用你的手感觉一下 嗯很好 都没有打圈圈的情形 可以 就像这样 让他顺成一条 开始 我们现在没有在比时间哦 所以你可以慢慢的把它解开 嘿 让小朋友自己来 遇到打结的时候 你不要硬扯 拿回来把它绕回去就好 这个妈妈没有气馋 切下来 切下来 应该倒过 至少都有准备八十分 这边应该还有剩 哦都有哦 来让妈妈也参与一下 来哦 把你的气泡线 顺 顺成一条直线 如果有打圈圈的情形 就把它绕回去 不要硬扯 硬扯那个圈圈是 越扯越紧的 你就很难解开它 这个跟我们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哦 你跟其他小朋友发生 口角发生摩擦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硬着来 你要找出解决的方法 把它解开 好 慢慢来哦 我们的时间很充足 把我们这个线圈绕完 等一下再来到外面去看些 回来就转不停了很快 不用什么动作 非常简单的东西哦 嗯很好 小朋友说 解这个线的技巧都不错 哎 妈妈可以帮忙一下 要打结了 慢慢来把它解开 不要硬扯 我们没有在赶时间 有小朋友可能拿到的是 是像意大利面条一样 来 我帮你 我来帮你 我专门在帮我老婆结项链的 你知道吗 我老婆的项链 常常都是打成二十八个结 我都把她结开 你知道吗 这个没什么 再耐心了 我这个是 只二十八个结 好 有没有小朋友 遇到 trouble 可以举一下手 我可以跟你换 好 ok了 这样把它解开 一条线 做什么事情 对它温柔的 对待周边的东西 好了 解开一条线 来 然后呢 来摄影机慢慢玩一下 然后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就要把七报线绕到 楼板上面去 你要顺时针绕 没关系 逆时针绕也ok 总而言之 就是把它绕完 不是绕完就好 你要两边 你要留线出来 等一下我们要罕接 对 对哦 留你食指的长度 好 小朋友就留小朋友食指长度 开始绕 开始绕 那你第一圈一定可以很漂亮的绕到那个螺纹里面去 因为第一圈是最最最简单的 开始绕 我习惯是逆时针绕 就是往你的身体这边方向绕 好 那我来摄影机来录影箱 这边 第一圈可以绕成像这样子 你知道老师为什么绕这么快吗 因为我一年要绕好几千个 所以已经这么快 等你绕一圈以后 你就比我更快 好 那绕完第一圈的时候怎么办 第二圈在一样的方向再跌上去 正绕回来 跌上去 一样的方向绕 那如果你的圈圈绕得越紧密的 绕得越漂亮的 等下你的头额就会转得越疯狂 那如果你随便绕来 等下你的头额就是随便转 但是还是会转不停就对了 好 好 那等待我们大朋友小朋友在绕圈圈的时候 我们外面的那个落铁要可以准备呢 插电 然后 然后基本上是每一组的大哥哥大姐姐 他们会帮你喊 大哥哥就负责喊你那一桌的那些大朋友小朋友 这样就不会乱掉 或者是拿到 好 因为在这里面通通比较不好 所以等一下焊接应该会请大家移驾到外面去 好 绕完的时候会像我手上这个样子 两边都留长度 一样 好 摄影机来再入一下 最后绕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 很好 一边绕稍微一边扯一点 让它紧一点 我们不赶时间 大家慢慢绕 好 接下来的动作就非常非常的关键 我们知道七方线是铜线外面裹一层七 对不对 对吧 可是等一下我们要把它跟电磁盒焊在一起 所以我们必须把绝缘层挂掉 不是整条挂掉 挂掉前面的一公分就好 一公分大概多长 大概你的食指的低节那么长 你的食指的低节 或是食指的宽度 所以等一下用你的沙纸 用你的沙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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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各位可能还没有时间看着我 各位还要专心的让 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让我让 只要每次做到这个动作 把你压缺无声 任何人的感觉系统很特殊 你要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忘记讲话 所以那个时候小朋友会最认真 好 来 如果先让好的大朋友小朋友 可以先看我这边 把你的沙纸对着 出了那一面槽里面 然后把线按着 这样搓 很快的外面那层七 就会被你搓掉 什么时候可以看到OK 就是里面红线的颜色露出来 好 大概要说个一二十会 它就会很亮很亮的 这个摄影机看能不能录得到这个 前面这边 它前面会有一个部分是 颜色是不一样的 测试我们摄影机的 好 对前面这个部分 已经被我用沙子把它搓掉 两边都要说 两边都把一公分的漆去掉 你一定可以知道什么时候OK 因为里面的颜色跟外面是完全不一样 那 每一组的大哥哥请到前面哪一项 每一组的大哥哥请到前面哪一项 阿伯爷过来一下 阿伯爷过来一下 等一下喔 汉接的时候 你们有习惯沾游吗 汉吸高你们有汉接过吗 有 汉接过吗 对 你们有沾汉吸高的习惯吗 汉吸高 汉吸高 你们有沾过汉吸高的习惯吗 所以你们直接就这样看 我都是直接这样 好 没关系 直接就汉就是说 接了一个经理不要这样汉 既然汉已经会掉下来 就这样子 就是有一个重一点的部位这样子 然后汉吸再三千万 然后等下汉点 一个人的汉就两个点 这样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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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形成的悔入就对了 这样每一个人都是汉两个点 OK 一个汉谁一个悔入 对对对 所以她方向没有关系 按这边也是好的 OK 就这样 这形成的合遇 这样 小朋友太多了 那今天 今天我们就用汉接的啦 那平时如果像是国中生 或者是 手脚比较灵小 我会建议她们用这个 所以在场的大 家长 或是大朋友 如果你想要用假的 就說我們和這些部份 我們可以用杜邦端子來取代 杜邦端子你們看過嗎? 主機板上面不是都有一根一根的針 然後我們必須要找那個有洞的插進去 那個插進去那個叫母的 這是叫公的 母的就是這個 這是一個街頭 我們來錄影一下 所以等一下每位大朋友小朋友玩是一樣 花兩個給你們 對,就直接插進去就可以接在一起 就像這樣子 每個人會用到兩隻 其中的兩隻 可以論到這個地方 對,每一個人就是兩隻 兩隻放哪裡? 就放兩個氣泡線的這邊也可以 或是放這邊跟這邊就可以 反正有四個端點 放其中兩個,另外一個用插的 如果你不想回去以後還會掉下來 就到外面去插住 這樣是最直接的 那你選擇 如果你想用假的 等一下我們會發尖嘴錢給各位 把他固定住 如果你想用插的 就到外面去找你那一組的大哥哥 先慢著放那個電池和先慢著 就是說他們要插的就直接在外面去 拿著他們的東西去外面插就可以了 對 可以 磨到很亮就可以到外面排隊 把插上去 對,就到外面排隊 然後大哥哥你們就拿著那個電池去外面就位 等他們來插 對 線繞好又磨好就可以到外面排隊 好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DIY活動今天尾聲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DIY活動今天尾聲 所以我要稍微再講 這點因為家長非常有興趣這個 這個簡單的小玩具 我稍微介紹一下這個 佐布林陀羅他會講至少講兩個概念 第一個是電升磁 電流的磁效應 就電磁鐵 我們第一個動作就是 當磁鐵轉道跟 來看我們先看白板這邊好了 當磁鐵轉道跟磁網管垂直的時候 它是插的 這兩片就會搭在一起 你一定問我說為什麼這個時候才要插對不對 因為這個時候磁力線才會順著那兩片方向 一邊是N 一邊是S 它會吸得住 如果是這個方向 它就斷開了 它只要一轉開這個垂直的角度 它就斷開了 所以這個磁網管就可以當開管 還沒完喔 開的時候 這個就當電磁鐵 就去轉波羅 斷開來的時候 這個變成電桿 電桿 這個有興趣的 可以回去查一下Google 電桿 當電桿放電的時候 它電壓是會拉到的 各位不要忘記 要點亮一顆LED必須用三伏特 三伏特 今天給各位的乾電池只有 1.5 它不可能點得亮的 可是我們可以想辦法讓它點亮 就是我通電 將它斷開那個瞬間 它就會把電壓拉高 這個原理 實際上我們在開關我們的日光燈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聽得到 尤其是一聽AM廣播的時候 你開關那個日光燈 你就會聽到 那種雜音 因為舊式的日光燈 它裡面有個大電桿 它斷開的時候 它就會 電壓就會拉高 電壓一拉高 它就會放電磁輻射 就是電磁波羅 這個時候 你的收音機就可以聽到那種雜音 所以這個簡單的玩具可以講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電動生磁 第二個是磁動生電 就是電磁感應 所以還蠻有意義的 那如果是大學部的同學 你可以把它接視播具去看 去看它拉出來的電壓要多高 可以到五點多的 那個峰值可以到五點多的 它轉速 轉速我要賣個關子 這樣各位才會去我的部落格裡面 點閱一下 你怎麼測陀螺轉奪換 我可以告訴你一個最整齊的方法 不會超過三十塊的方法 你也可以跟 朱教授接什麼什麼三品 什麼計時器的那個去刪著看 可是那一圖就要好幾千好幾萬 我那個只要三十塊就夠了 請問你 我怎麼利用三十塊的東西 知道它一碼中轉幾次 沒有錢就沒有錢的方法 你怎麼用十塊 記覆器 記覆器 怎麼記 震動 沒辦法 記覆器的震動空調都要很大下 才要幫我記 也這也不錯 搞不好 放每個記覆器來側轉速也不錯 我怎麼看 我怎麼看 貼一個色點 因為沒有加點 把他轉的東西用得更大 拿東西不要立在陀螺上 你是說 畫一張比較大張的紙 然後疊在上面讓它轉亮 也可以 可是那個紙會有質量 你轉的時候會變慢 用眼睛看喔 那個陀螺上面都有記號 你試試看 看不出來 太快了 就跟這個東西一樣 這個東西一秒鐘等幾次 來 請講 你還是要用眼睛看嘛對不對 可是你眼睛沒辦法去數啊 太快了 什麼樣啊 來 請說 手伸出來給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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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有勇氣 一定要送你一個特殊的獎品 這個 妹妹不錯 糟糕了 我要送什麼獎品 我的獎品都送完了 好 我來送一個陀螺給你好了 最後一個陀螺 接著喔 還好耶 不錯 我第一不能跟你講答案對不對 張老師 我還有還有 謝謝 這裡 你成功了呢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有帶我們大朋友小朋友回去思考一下 你怎麼測脫螺的轉速 好 好 比較清楚 可是 我們照顧自己的 然後我們照漫速之間 好了 好了 來 接着 不用爬过来 我对边眼睛 我是王建敏 你是补手不冲 可是用摄影机还有个问题 他可能转一圈 你拍得到一个 他也可能转两圈才拍到一个 所以会有问题 会有倍数的关系 你可能这一个跟下一个 他已经转两圈了 也可能转三圈 对啊 你们一定很希望 我可以讲答案 对不对 我就是不跟你们讲 我去想想看 我的部落口上面 有稍微点到你想想 因为我要讨厌跟学生讲答案 跟学生讲答案的结果就是 他们从来不知考 所以我今天也要这样对务你们 我去想一想 我可以用一个 三十块钱的方法 就可以解决 而且很准哦 我还可以即时监控 现在一分钟转几千 即时的 但是我用到电脑就对了 这样你就大概听得懂我要怎么装 好时间刚刚好 等一下还有小朋友要讲 来 解冲 等一下哦 把一个双字 固定在上面 然后呢 转然后一秒 把那个停下来 然后呢 他要转一千 你不错了 这个花了钱不用一块钱哦 你也不错对 你知道他意思吗 参照一个线 然后算了线的长度上转几天 不错 你的不会亮哦 大家可以帮忙一下 断这个 还在转对 好 那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谢谢各位 让我这个机会来这边 带大家做这个 很简单的小玩具 好 谢谢各位 好 这个实在太精彩了 大家都有味劲了 恭喜各位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今天带回去的这个作品 是独一独二的 所以我们成老师自己设计 然后教大家 然后当场做出来 所以你如果带到学校里头去 大概不会有人会跟你有一模一样的玩具哦 所以呢 恭喜大家 那今天的活动很精彩 如果希望我们陈坤仁老师 继续来参加我们的来主角 加入这个玩场的话 你知道你可以怎么做吗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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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的朋友 实在是太厉害了 除了鼓掌哦 就是给我们陈老师 热烈的掌声以外 拜托大家 帮我们把你今天的心得感想 来 准备 来 准备 来 准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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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